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攻打郭国 但是他途经要经过与国 所以说他为了攻打郭国 然后向与国借道 借条道路 攻之旗建约 攻之旗是与国的大夫 与国大夫 觐见说什么呢 国与之表也 国与之表也 这个表呢是指屏障的意思 就是郭国呀 是于国的屏障 郭王 如果郭国灭亡了 于必从之 于国也必然跟随着灭亡 尽不可起 这个起呢是指开启 或者是助长 不可助长他的那种贪心嘛 扣不可玩 这个扣指的是外来的敌军 外敌称为扣 不可玩 玩的是忽视 也就是禁锅的贪心不可助长 外部的敌人不可忽视 以意志为圣 岂可再忽 借道一次已经很过分了 因为他之前呢 借过一次啊 以意志为圣 已经 已经是很过分了 岂可再忽 难道还让他再来第二次吗 岩所谓 岩呢 是俗话说 俗话说什么呢 辅车相依 存亡此寒者 其于国之谓也 这句话呢 是辅车相依 什么叫辅车相依呢 辅呢 是车旁的夹板 车夹板 车夹板呢 和这个车呀 是相互依存的 存亡此寒 意思是没有嘴唇 这是嘴唇和牙齿 没有嘴唇的话 牙齿就要干什么 就要受冻 存亡此寒 就是说 这指的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 还有车家板和车的关系一样 那么 这正是说的是谁的关系呢 与和国的关系 就是唇和尺的关系 辅和车的关系 两个国家关系非常紧密 这是 这是首先 公之旗讲出的第一点 第二点 公约 晋五宗也 其害我哉 就说这个 晋军呢 是我的童宗啊 因为这这些人呢 都是从周王室里边分散出来的啊 然后呢 是我的童宗 其害我哉 难道他会害我吗 对于公之旗就讲了 太伯 与众 大王之招也 这公之旗说了 这太伯呀 与众 都是太王的儿子 太伯 太伯不从 事已不辞 太伯呢 不从父命 所以他没有继承王位 而郭忠 郭书 王继之 目也 郭 郭忠 郭书 都是王继的儿子 王继的儿子 为文王 亲事 都做了文王的什么呀 大臣 勋在王室 就是他们呢 对王室都立过许多功勋 藏遇盟府 就是记载他们功劳的典册 还放在了官府里 盟府 还藏在了官府里 这就 他讲这两段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啊 郭国和晋国的关系 就是郭国呀 这个郭国和晋国的关系 这两个的关系呢 要远远比晋国和与国的关系 要好 要好 将郭试灭 而晋国打算把郭国灭掉 和爱于玉 他怎么还会爱惜我们于国呢 且于能亲于还装乎 况且于国能比晋献功的曾祖 他这个曾祖 献功的曾祖 叫这个 晋献功的曾祖 叫焕书 这有个焕书 然后呢 他的祖父呢 是祖父是庄伯 就是况且与国 能比晋献功的曾祖 焕书和祖父庄伯 更亲近吗 起爱之也 起爱之也 焕装之族 何罪 而以为鲁 不为逼活 他指晋军呢 对装还两族是应该很爱护的 那么这两个族呢 也没有什么罪过 竟遭到了杀戮 竟遭到了杀戮 这不就不为逼活 逼呢 是威胁的意思 这个逼呢 是威胁 不就是因为他们 使那个晋献功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了吗 所以把这两族怎么样 全部给杀掉了 亲以宠逼 由上害之 况以国乎 对至亲的人 亲以宠逼 对至亲的人 仅仅是因为地位比较尊宠 一旦感到威胁 上害之 尚且就把他们给杀害了 况以国乎 何况我们是一个国家呢 我们是一个国家呢 这是他讲出的理由 讲出的理由 就是晋国和国国的关系 要比我们和晋国的关系 要好得多 接着公约 接着公约 五 享寺风解 神必拒我 什么叫享寺呢 享寺是祭祀 我祭祀鬼神 祭祀鬼神 神必拒我 拒字本意是依父 依父 就是我祭祀鬼神的祭品 很丰盛 很洁净 鬼神一定会保佑我的 他们都拿鬼神来说死 对约 公之旗 对约 陈文之 鬼神非人实亲 为德事宜 为德事宜 这句话是 我听说呀 鬼神并不是对人人都亲 非人实亲 为德事宜 只依父那些有德性的人 故周书曰 这里边开始引经举点 第一个 黄天无亲 为德事府 什么叫黄天无亲呢 就是上天没有至亲 没有亲人 然后指他辅佐那些 有德性的人 又曰 离祭非 离祭非兴 明德为兴 这什么意思 并不是祭祀的 粮食 散发很远的香气 而主要是怎么样 德行才分方远闻 又曰 明不义物 为德义物 这个义呢 是语气词 没有实际的义 明不义物 就是人们的祭祀物 虽然相同 为德 但只有那些 只有那 但只有那 有德者供的 才是鬼神享用的 所以说他这里边 用了两三句话呢 都在讲德 都在讲德 那么神要保佑的是 有德之人 有德之人 如是 则非 德民不合 神不祥义 神不祥义 这样看来 如果没有德行 非德 就是如果没有德行 民不合 人民就不会和睦 鬼神怎么样 也 鬼神也不会来享用祭品 更不会去保佑你 神所平一 将在得以 这个不念 逢 念平 平借的平 将在得以 就是鬼神所依平的 所依靠的 就在于德行 他这整个一段子 论述了这个观点 若 晋取鱼 而民德 已见新乡 神起兔之乎 若晋取鱼 而民德 已见新乡 这句话什么呢 如果晋国 吞并了 鱼国 吞并了鱼国 修明德行 民德 修明德行 已见新乡 然后 然后再把 再把祭品 这里边指的是祭品 再把祭品给鬼神 神 其 吐之乎 鬼神难道还会吐出来吗 鬼神难道还会吐出来吗 这里边其实讲到了德和信鬼神的关系 好 父听 父听就是不听的意思 于公就没有听这个公之旗的规劝 许 尽使 尽就是答应的意思 答应了尽使 借道给尽文 尽国 给尽国 公之旗 一起族行 一起族行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公之旗呢 便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这个国家 离开了于国 他说了一句话 说于不辣 不辣呢 这个辣的意思是 是每年呢 每年的一个国家都会举行一次祭祀 就一种年终的祭祀典礼 就是于国呀 坚持不到那个年终的祭祀典礼了 就是很快就要灭亡了 在此行也 举 尽 不更举 举呢 是 发兵的意思 发兵的意思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晋国 灭于国呀 一定就在这 在此行也 就在这次行动当中 用不着再次怎么样 发兵了 东 晋灭国 冬天的时候呢 晋国把郭国给灭了 失还 军队回来的时候呢 管于宇 管那是驻扎的意思 驻扎在宇国 随 习宇 随后怎么样 就又攻击了 袭击了 袭击了宇国 灭之 把袭击灭了 之 于宇宫 之呢是活捉的意思 捉住了越宫 捉住了于宫 所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到 公之旗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远见的人 然后这个事情大致发生在公元前六六六五六五年啊 晋国向于国呀借道来攻打郭国 而是要趁于国的不备而一举两的 即先吃掉郭国 回头呢 再消灭到于国 这是这是晋宪宫啊 非常大的一个策略 所以具有远见着实的宇国 宇国大夫 公之旗 看清了晋国的野心 他利剑于宫 有利的剥斥了于宫 对宗族关系和神权的迷信 就是迷信 迷信鬼神嘛 指出存亡在人不在神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若国家之存亡不在神 而在人 应该实行德政 民不合则 神不想 德政很重要 可是宇宫没有听 最后落得了被活作的 一个可悲的下场 可悲的下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公之旗 这个见假道 其实这里边也反映了 它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 这点在今天呢 还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好 这篇文章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本来是这个公之旗的 是这个公之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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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公之旗的